捐发票就可以看到世界杯的国标舞比赛 究竟要怎么样的锁票呢 赶快来看我们的报道 由新北市政府体育处和国际运动舞蹈发展协会 共同主办的2014国标舞世界杯亚洲巡回赛台湾站 将在8月10号在新庄体育馆闪耀登场 今年共邀请16个国家250对选手来台参加 欢迎喜爱国标舞的朋友 请您现场感受这项舞蹈的热情和火力 这一期的赛会我们已经提升到所谓的世界杯 所以刚刚跟我讲我们在8月10号比赛之后 事实上亚洲区总共只有三战 那其中台湾是第一战 也表示我们这几年下来 我们办理的赛会品质一定获得到国际的赞许 我想这是针对赛事的提升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的比赛的参赛果 达到16个国家 另外我们参赛的选手人数也会高达250位是多 我想这个部分也代表这几年我们的努力 也获得到各国的一个努力跟这样的肯定 新北市从2011年连续四年和国际运动舞蹈发展协会 共同合作办理世界国标舞赛事 每年吸引众多的民众进场观赛 可说是盛况空前 台湾是此系列巡回赛的第一战 同时也是业余主世界排名及亚洲排名的积分赛 届使选手们无辜使出浑身解数 来争取最高的荣誉 相信本赛事的活动将是精彩可齐 今年已经提升为 Walletlands Council Amateur League 这个世界杯很不容易 这个全国是唯一的 所以这个也就是新北市的 这个香港大位的领导之下 大家舞蹈界的国标舞界的 这个努力能够造成这个 主办单位为了延续去年推广的公益发票募集 这是参观入场券的锁票方式 将以统一发票来换取 并且在比赛当天全数捐给公益的团体 让专业的赛事不实施竞技 更添加了爱心 期许能够唤起更多的青年 对社会的关心和帮助 用家乐新闻新装采访报道